加工文件的选择 开机以后我们要保证设备在空闲状态下 然后按页面键 进入U盘选择我们要加工的文件 然后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按循环自动 这个按键对代码进行解析 解析的目的呢 就是保证我们那个代码能被控制器正确的执行 防止有不识别的代码对加工造成影响 解析完成以后 切换按刀轨切换到坐标显示 然后按循环自动 启动加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